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上升 又有政策配合的话 可以选择潜艰股 比亚迪依然是我的心水选择 短期比亚迪侵过来 因为大市亦有环境污染的问题 但很快便回稳 整体看它的交付量 其实也能够加到货 继续超过10万价 而且现在传出什么消息呢? 传说你今个月有机会出汽车客向 不知是否真的 当然刺激到整体 无论新人员也好 或是传统燃油汽车股 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刺激作用 就算不出汽车也好 其实新链车的补贴 其实是不同的省市 都已经在自己推行 响现国务院的要求 要去刺激消费 所以如果想追求一些稳定 有博大市升的话 又有政策的憧憬股份 或者比亚迪依然可以去考虑 上网的话 要看它 升穿一阵试过的密集区顶部 是接近254、245这些水平 如果穿得到 今阵试试过三次 起码如果再试穿 穿得到 如果大市有袖的话 它会很大机会上到260、275这些水平 去年初一些比较高的位置 其实机会也有 当然啦 如果真的失了 穿不到 甚至乎原来大市都抽不穿 我觉得它向下方 相信防守力也很强 你看看 你挨近200元这些水平 它也是一个比较横行的区间 除非你真的失回你215、200元这些水平 才去考虑 看看是否最需要去走 短期我觉得upside的potential 和政策的配合 再加上本身的基本因素出货率 也有一个支持 可以去考虑的股份 这是第四路 我觉得现水平来说 现阶段短期的反弹 有机会去向好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